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眼围棋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黄毅忠老师 来为我们讲解 第十八届唱旗杯 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 半决赛的两盘对局 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柯杰和王兴浩的对局 黄毅忠老师您好 陈盈浩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是唱旗杯半决赛的第二局 第一局呢是王兴浩战胜了柯杰 是的 所以呢大家其实对于这个 2004年出生的这个小将呢 其实还是寄予了厚望 看看他能不能一带长江 就是对后浪推前浪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赛现场的画面 是在上海下的这个比赛 是基金大厦上的比赛 柯杰以前我们都觉得是这个 咱们最年轻的棋手 不过现在呢2000后的棋手一个个崛起啊 突然间就觉得对95后棋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波冲击 是尤其是王兴浩应该是2000后的领军人物 可以说是这个是95后的领军人物跟2000后的领军人物的一次 也是很重要的一比赛吧 对这是另外一盘半决赛 是姜维杰和米律庭 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 第一盘呢是小姜 对对姜维杰赢 所以呢其实今天呢很有可能就是产生一位决赛的名额 也有可能两位就都出现了 对明天再下 是那咱们就先来看一下今天这盘棋 这第二盘呢一般来讲按照三番棋的惯例 我们是交换黑白棋 所以今天是王兴浩指黑 柯杰指白 因为柯杰呢它的这个黑白胜率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柯杰的白棋的胜率啊比黑棋要高得多 善长下白棋柯杰 是黑棋是错小木 白棋是新小木 高手脚 对现在呢大家都是这种高位的这个手脚 对反正第一位的这样无忧手脚也有 大飞反正就这样一肩高脚二肩高脚 对都可以看他自己对你一个手脚研究的深毛 人工智能的产物 但是现在反正我看很多业余的旗友下都是这样 二肩跳一个就这样手脚 对但是其实对这个之后的变化 现在应该算是还是比较新吧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我总感觉 这一说就有点暴露年龄了 就是无忧角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错小木 我觉得对这个以后的这些变化 怎么着我都觉得我自己心里特有底 现在看见了这个高位手脚 哪怕是对面坐着业余的旗友 我也觉得这个后面的变化特别没底 一会儿呢如果遇到了 黄一忠老师你要多给我 我其实也要平均情况 因为这个二肩高手脚本来就变化比较多 就是复杂一点会比小肥手脚 是不是也正因为这边是高位的手脚 所以这边才是低挂就不是那么高挂 也没有高挂也很常见 就高挂实际上也是正常的吧 也还是脱碎定时 对它只是这么选择而已 就愿意低挂也可能更注重实际也低挂也 这样下其实也是非常常见 其实这边的定型跟这边没有关系吗 这个没什么太 不其实因为怎么说呢 如果是小肥手脚反而是高挂的少 因为二肩这样高手脚反而是这样高挂的多 因为将来这个旗将来拆在这 将来有什么碰的手段 所以反而是这个二肩高挂 黑起二肩高手脚白起这样高挂会多一些 现在真的是有一种 就是看到了这些新的布局 完全之后的下反 经常是心里特别没底 就感觉又重新又学习了 其实你怎么下头型 前面我觉得关键还是把后面那个什么 前面只是一种心理 我觉得只是一种心理的那个作用 是 好坏 现在就高位拆一个 黑起二肩先挂个脚 像这种拆都是常见的 然后柯杰也没有硬 柯杰直接就在这手个脚 其实我这个时候我挺想问的 就这边的这个点有没有很大 无论是黑起逼过来 还是白起这个地方要怎么拆一个呢 拆高拆二或者拆在这应该是这两种下巴 这个跟相比黑起逼过来这手起也非常大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厂 也许下一会儿这个就变成最大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逼住啊有先手味道 如果不走的话一会儿它这个打入一个 白起的这边的这个形状 其实我经常就是下一个低位算了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这个高位被人逼住 逼住呢我又不肯补 补的话我这个效率就低了 但是我要不补 我又特别怕人家打入 这怎么办呢 对那就是那你就别下这个杯 那你就拆二或者拆三 你最稳妥的就拆二 那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着急去逼住 而且现在就是当黑起挂脚 白起明明有机会拆一个的 他还是选择了这个手脚 那他就觉得这个不大 现在他觉得那个手脚比这个拆更大 对而且走了之后黑起也不着急 我就说这两个人其实无形之中有一种默契度 大家好像都不惧怕这个之后的一些变化 那是啊他既然他们对这个变化肯定是 包括这个逼完以后打入都会有一些 至少是研究吧 严厉吗就我逼住 我觉得白起肯定会拖鲜的 白起如果再拖鲜在这局部 我就打入了这一扳一扳回去 但是局部白起怎么处理啊 眼不见的就有多眼 你要扳了扳我就挖一个 白黑起还花了很多手术 你必须得付出 我好像只能打持 然后就弯一个是吧 这样我就拐一拐 把这些这个纸完全可以看清 气了 而且这将来还有这个拖的手段你也很难办 拖我一般都是 对我基本上一段你这起也很难下 这地方还有各种借用 所以反正总的来说黑起打入白起的战略思想 就是重新处理吧 两边都可以重新处理 这回会了 这回就是人家逼住的时候 再可以继续拖鲜 反正因为这个如果拖断 其实我看以后就这么打过来都行了 对这个被拖断很难 对你走我就直接打了贴都行 这个如果吃事先手就打了贴 对啊 黑起就大亏了 所以这个黑起我估计也能不能搬 大致上也得长什么的 那长的话我就活脚 我这两个分块处理倒是也就不怕了 是 好学了这个高差以后的这个变化 怪不得他们都不着急在这边行气 反正这个气也不见得是高打 也有可能是低打或者点这个的黑起 比起的后续手段 你这一说你就得给我们讲讲了 刚才我们刚克服了这个 这个有点担心的这个变化 那现在你又讲了这个 如果点到这儿我要怎么走 对啊 冲冲得冲嘛 其实我对这个变化有些也不是很熟 我不得不说 那你就贴起来 对 这个怎么 其实我压住你是不是也不见得 压过来你也不能搬 搬断就还原了 对 你大概就爬 我大概就长 现在可以搬了 你断我就粘上 搬你能冲吗 我肯定先冲 那还是还原了 你如果挡 你冲我能不挡 那不行吧 这个接住你这被搬过来 这肯定是亏了黑起 所以这种棋大概也一长 大概也就是长或者接住吧 接着就长过来 也没什么 所以这种棋也不用太担心这样的 因为白棋是很轻的 因为你黑棋是一二三 你再走四个四打二 你黑棋得占很大便宜才行 是 因为白棋在外面你多两个字 多两手棋了 对 那看来白棋高拆 其实就是想着 如果黑棋在这边行棋的话 它倒可以拖先 如果低位你拖先 它这个地方倒是有弹 反而是打入 它反而不好处理 这样的棋 你在高位反正从上面压住 对 反正下面也不想成空 黑棋也没有着急在这边走 它是选择了 对 这比较少欠的一个大鞋 对 这是要走大鞋定式吗 最近其实下的非压比较多 它显然是觉得这个大鞋也挺严厉的 不过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起手走这种复杂的变化了 所以我就知道这后边肯定不会压出来 走成那个复杂的 对 它不怕压 它要是怕压的话 它就不会大鞋了 压 这其实老定式就挖进来 那就打吃 对 这样的话它是 粘哪个 这只能粘下面 粘上面是明显亏了 嗯 打 对 这 大鞋就复杂了 我可能也就知道背到这儿了 对 就以前最简单的定式是跳一个 跳出来 然后飞一个 然后就跳一个 还想见 跳一个 然后以前不这样的 然后飞 然后飞一个 大飞过来 嗯 然后下成这样的话呢 反正是白棋也可以接受的 嗯 所以白棋可以接受的话呢 黑棋就是这个接 哦 可能有更好的下法 一般来说现在都是压的 压它呢 只能是长 长 嗯 然后是压 那就再长 这边长一下 大概是飞吧 这个钱 因为飞呢 这个地方尖顶的时候呢 因为针子有力 白棋可以单长一个 嗯 不怕这个黑棋扳下来 它可以断完 打完打完 针子有力 嗯 所以呢 黑棋也不会来尖这个 黑棋大概还是压一个 长 嗯 有可能定型成这样 我再压 白棋再长 然后这地方我就是 把这个扳掉 对 这个特别大 所以我飞的时候 我都想着不知道 这扳粘不了 那不行 扳粘被拐下来 肯定不行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被拐下来 直接拐下来 肯定是受不了 白棋 大致上就定型成这样吧 扳一个 你这扳一下 这怎么走啊 只能倒吧 然后再冲这个 嗯 这个有点难受啊 嗯 打成 这还剩 我一个 然后 然后再飞一个 对 飞 你飞在下面 飞这 对 想飞起来 嗯 但飞浅呢 将来这个地方 要注意 黑气这个二路点 很严厉 总之如果就是说 王星浩他觉得这样 下大鞋的话 觉得是黑气比较有力 嗯 他不怕这个白气压过来 嗯 所以呢 他就是 有可能这里面 还有别的套路吗 反正现在 对 这个肯定变化是很复杂的 嗯 但是 最简明的变化 大致就这样 你要摆的话 我摆一天也摆不完 是啊 以前不都说什么 什么大鞋啊 腰刀啊 那都是巨复杂的 都是大鞋 千变 嗯 所以我想呢 可能科捷也怕 王星浩给他精心准备了 什么心理 对对对 所以还是不忘上冲的好 而且科捷也知道 一些这样的 大致也会了解一下 这样的变化 嗯 而且以前还有个变化 记得像 想解名的话都是尖到几个 对吧 这也是 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一个 但是这个好像要爬三个 对吗 如果爬两个就跳出去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手 即便最笨的打了 打了虎了一连半年很难受 哦 对这个反正我肯定不能吃了吃 因为就有出断 你要吃被冲断 那就坏了 那他也 所以他不能爬两个 你要跳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要小心一点 这个地方一定要爬三个再跳出去 这样的话这边就没有任何的手段 而且这个骑是不是要跳也是一回事 有可能脱线站大厂 也是可以 其实这样下也不是说不行 只是柯杰 因为他实战确实是AI的一选 他应该还是有过一些研究 第一盘都输了 这盘棋肯定得好好准备 小尖那个是吧 这也不是他昨天准备的 肯定是他之前就有一些 还是了解 我怎么记得这个形状四层相识 我觉得柯杰是不是挤的 我为什么有这个印象 没有我没见到柯杰挤的 真的 我怎么会有这个印象呢 是这样的棋吧 这样的棋 点的时候一间有这个棋的下方 你现在直接挤还我没见过 机后就接住你可能也不便宜 也没有任何便宜 那个是因为我可以挡下来了 明白了 计混了 四层相识的一个棋形 原来人家这边少一个子 是 这个就是只能长 对 然后再拖一个 扳住 虎一个 看这个形状那么俗 但是你不虎 你直接断的话 那它肯定 它即便长 其实它即便长你也是只能虎一下 我也不能直接打车 你打针子不立 这个它就往下立 你也不行 这个是不行的 而且你现在再虎 可能都不一定虎得着了 那要如果本来就准备 那还是先虎 它就准备先虎 这个我觉得它们都是 应该是很熟悉 然后接住 扳上 打持 扳上 反正这是一个两分吧 应该是 打拔了 结果反正 然后拆了一个边 网型号 这个转换 怎么样 它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定式吗 应该算是 因为首先大鞋就比较少 如果大鞋完下成这样 也算是一个比较简密 双方能够接受的下法吧 就在将来的这个地方 黑棋有很多先手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是最直接的 而且针子有力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拐断 说明将来也有各种利用 对吧 拐断的话 如果针子有力的话 你真的长 对 真的不利的话 比如说我什么压一压 对吧 拔 你拔不管怎样 黑棋就是一个棋子 对 那我就只能去收棋了 都有可能有这样的借用 就是说 是 所以说将来这个棋 白棋自己补一个 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就什么都不做 黑棋 比如你走这个时候 我就补一个 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也是很厚实的一手棋 确实我觉得这手棋我们得好好品味 因为就明明知道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棋 还要在这边加强一手棋 因为它防止了拐断 还有这种 这几个拆的 各种的先手 是的 这手棋 其实也挺好的 如果 就是大家实战碰到这样的棋 自己补一个 花一手棋 对 现在 但是柯杰的棋 确实是比较的 不容易想到 掉了一个 他想反正这个地方也没法打入了 上面这种总是便宜的 王兴浩 他实在选择了比较稳健的靠野 其实出头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出头我会跳下来 他肯定要跳下来 然后你再定义 也不是 就是说放弃下面的空 然后取得一些主动 也是可以考虑的 实在呢 当然这个靠是比较稳健的下方 那这些柯杰 卸下来都是他这个一连串的 然后再拖 他是希望你搬一个 然后他再 还是断一下 应该还是断一个 反正这机被断吧 总是有点难受 断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基本上都是倒了接这个 会形成 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变化 那这样你这个不便宜吧 但是本身你这样下这个拖断 你这样打了接是有点亏的 从局部来说 而且这个也是优劣难说吧 虽然说下面 下面的空损一点 但是上面多几个字 总之这个棋呢 就是被拖呢 就是尽量想让拖断的 就像黑鞋这边变得重复 比如说你这样的这种打 你如果是老老实实被打一下 这将来再被尝一尝 这个就空前的很局促 这个黑鞋 对 这样的总感觉很局促 效率不高黑鞋 所以说黑鞋肯定也不肯 都跟着白鞋下 是的 所以黑鞋实战就选择了 从心情上也要反应 一个针先手的下法 长一个 然后沾上 然后大飞一个 想便宜白鞋上 他希望白鞋跳一个 他在先手便宜在这边的大鞋 对脱鞋了就 抢别的大鞋 那实战呢 柯杰也是选择了一个 想高效率的补齐吧 靠了一个 他就希望这样搬 他长这个 他长 然后你接住 他这样搬住 他觉得这样效率比较高 比直接跳在这呢 要好一些 我还以为他是为了要争先手 不是 因为你长这个 他可能黑鞋接你 我就脱鞋了 脱鞋这边飞下来太严厉了 还是不一定 应该是争不着先手 所以他的理想图 应该就是长完 这样搬过来 那黑鞋就这样 让他如意又如何呢 让他高手之间 你这样被便宜的话 他觉得肯定是不肯的 所以王兴昊也是 也是怎么说呢 针锋相对 你想这么如意 我就不让你脱鞋了 确实是这个鞋很难想到 对呀 这个真是深得人工智能的真传啊 走不好的地方就不走了 就脱鞋塌头了 本身这个从这边倾销是非常大的一手 在这个局部 这个二五清分 以前好像大家下 他现在捡 我往里面活脚的话 这边的这个效率并不高 他可能觉得 他可能实战觉得还是守住脚更大一点 飞一个总是要爬 对 黑漆爬 你走什么被挡住 就这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 可以摆起来可以考虑飞这个 实际上是并 飞一个也是 就是其实黑漆差不多将来也是要搬起来的 就这两个子 到底是在这儿好像要 在这儿的话以后我可以跳一起 多个跳 但是在这儿 我这儿是不是眼位好一点 因为这个也是先手对吧 你这个也要跟着走 然后他再搬起来 就是这时候再比这两个的位置 大家喜欢哪个 是 是站是下到这 对 然后才这个 可解呢 倒了一个 其实这时候呢 他更积极的可能是飞在这 飞到这儿 我这边还有什么借用吗 也没有你大致上也差不多是搬 那我再走别的话呢 就这两个子的区别 那在这儿好啊 是啊 就是本来就是在这儿好 本来就在这儿好 对 在这儿没有什么 对 对 没什么 因为你挡 它已经防住了你这个拐出来 拐我顶住就完了 你这段我就收气就完了 你挡的话我肯定也不会硬 所以他大致上还是搬这个 然后摆起走别的 那就是可解这手棋走得太老实了 是 一般每手棋都有自己的担心 那如果这个没有什么担心的话 那这个确实 这么老实不是可解的风格呀 是 反正下得比较稳健 我觉得这盘起 然后他现在抢这个 搬 这个很大 其实刚才黑棋走几个让你搬回来 我不是就处理好了吗 这样的话给白棋留下一个 这个搬好大呀 我觉得 但是他实在你这个长 他觉得你也不好下 我是觉得个人倾向于王兴浩 对这个形状也有研究 对这个形状也都有研究了 对他还是很用功的 我是觉得王兴浩 这个 就你很难想象 他们对什么棋型都有研究 也许 是 对 他们那个时候不是说吗 在开局的前50手 经常他们都测过很多 就是如果你下这的话 我紧接着是这些这些这些变化 如果你换一个下法 他又有一系列的招法来应对 好神奇的 反正现在确实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 大家水平都提高的很快 对 尤其是小的这一批 对 现在就说实话 就是灵性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现在就是用功可能更重要 就很多时候 对 因为他有一个标准答案已经打在你的面前了 基本上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有这个AI这个老师 那只要是我在家里肯用功 肯花时间 那我一定会进步的 可以看出来王兴昊确实还是蛮用功的一个棋手 不过其实他自身的这个灵气也够 那肯定 柯姐你看都是下这些掉啊掉啊 对 他这边搬一个之后就不处理了 就脱下了 其实正常这个其实就虎在这也还可以 那你接下来准备跳下去吗 对 黑棋你肯定你是跳这个还是跳这个 但正常的黑棋肯定得跳 这边也 你要是被白棋跳过呢 黑棋也一无所获 但这个地方被挖一个也是很难受的 因为你打的话呢 这样被我穿下的这个还是太大了 这不行啊 这几个这三个准备吃掉太大了 对 这朵花好像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这边已经很厚了 所以挖你很难受 你又不能接上面 接上面的话呢 那我就立下去了 这样的话形成转换呢 可能也是白棋还可以 白棋跳过来 那是不是这个立一个实在是 可能也只能立 虽然你很无赖 但是也只能立 那白棋就接掉了 这还是先手便宜不少 然后这个棋型呢 你被我一肩顶呢 也是很难受 你立的话 我这个长辨先手 好像黑棋的这边 自己多出来一块还蛮重的 所以黑棋跳也许挑这个还好一点 所以实在其实就是可能就是 虎一个就好了 正招就是虎这个 反正柯杰呢 它这个棋呢 就是让你下在你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给你寻求变化 希望你再硬 我觉得一般来讲也不会了 硬的话那我还是走这个 那你将来也许被我挖的话 你走这个 被我挖的话这里面更 味道更坏 对吧 你这历数一定被我一虎 你还很难受 就这个形状好像黑棋这么厚 拔一个这么一个厚花 就长坠点 所以这种棋一般是不太远 一般来说人家掉的时候都会要想 第一杆都是要想反击 所以实战他也确实是反击了 起来 黑棋就跳下去 但是我觉得白棋其实并不愿意在这边行棋 因为怎么说这边都还是黑棋厚吧 这边也厚这边也厚 就在这边行棋 从棋理上来说确实这个掉 我觉得从方向感上 第一杆 这好像不是我愿意行棋的地儿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子力太多了 没有空旷的地方 这个来的大感觉 但可能也是这是柯街的风格吧 他有时候就下一些 不会说是按照你想的去下 不过这个时候就看黑棋去怎么去进入它 这都是很堂堂正正的 黑棋反正都下的 除了这个拖鲜之外都是下的堂堂正正 然后长这个地方 现在黑棋呢 对关键是要抢到这个地方 这个跳 这如果被白棋跳过的话 这边又空破了的话 那黑棋就不满意了 是 不过刚才如果真的像黄老师的那个变化图 虎过来 他跳下去 就是这边挖一个 然后再接 我觉得黑棋其实跳下去的这几个子 还没有完全处理好 可能一会还要被攻击 这个呢 我借着攻击你这边 我这边自然而然 我这两个子就处理好了 对关键是这边多了几个子以后 再被跳下来 白棋是很难受的 对 难硬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白棋的这个一串 也未必就便宜了 是从上帝试讲 可能这不是一部好棋 但是他这么下呢 其实也差别不大 他毕竟毕竟把你的空破了 也有所得白棋 那白棋还得跑啊 对 然后白棋拐过来 然后我就跳下去 对 因为他这个地方 他可能觉得也不能强弓了 你这强弓 我就搬过来 你要强行断 的话 黑棋被顶出来 这个好像黑棋很难下 因为你自己这块其实还没有弧 所以黑棋不能强行的 这么这一说呀 我倒有点 这个棋 我觉得棋真是难下 本来我当初我觉得我这是后市 你在这边行棋不太好 但是呢 刚才黄老师又用了一个词 他说他一顶出来 我这块后市也不太活 将来你这个棋被白棋一飞的话 其实并没有活干净 所以这个棋也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后市 是 那王星浩呢 抢这个跳应该是对的吧 这手棋太大了 对 所以呢 其实他就是这边有了接应 然后就赶紧把那边 抢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跳 然后柯杰尖了一个 攻击 真的黑棋 冲击黑棋吧 对啊 这个黑棋想当初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后市啊 现在我要去 这是要去白眼了 嗯 也是正常的吧 白眼 你要不白眼的话也没齐下 你在这边尖出去都是单关 所以你还不如就地做活了 但是黑棋因为毕竟是这边还是 这飞以后跳下来还是有收获的黑棋 是 这个棋在随时的在转换这个位置啊 刚才是一个后市 现在 反正是就做活吧 嗯 这个 现在 柯杰实在是斑毡 这也很难受啊 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地方被一跳 正常是拐一个吧 低感啊 对啊 我这个脚是 拐 其实他也不会来斑毡这个 拐一个我正常的感觉就拐在外面 他可能觉得这两个不便宜 想保留更多的味道 我只能是觉得 他觉得这个我即便拐完了 我可能还是得斑毡这个 不然的话被黑棋斑毡就受不了 被收过 所以他就直接斑毡了 然后呢这边保留一些味道 对对 我只能说当他好坏是一回事 但是我只能解读一下他怎么想的有时候 嗯 那这样的话你不拐的话呢 王兴浩就把就就糊过来 把自己都走后圆好 嗯 然后拆一个 对拆一个就是眼尖的好点 这回好像终于 平静下来了 对这个战斗终于结束了 大家开始 对其实这战斗也并不激烈 只是双方呢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转换来转换去 反正也可能是黑棋可能 这个局部稍占了一些便宜 嗯 现在我觉得再走几一首 就感觉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儿 就可以判断一下形势 对 这首棋实战是跳的这个 不然的话 其实他可能是怕什么这些打入吧 应该是怕这些打入 嗯 但实际上这首棋 这个拆二也是非常大的一首棋 如果你拆它会不会打入啊 你打入你不管怎么打入 反正作为白棋来说就重新处理吧 这个子 有的时候其实这种打入 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你这两个子的一个冲击 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这三个 对 这个就算是一个大跳加一个拆 并不完全都是我的空 我要如果都说都是我黑棋的脚 我估计白棋也不答应 所以呢 通过这个打入 它跑的过程中 我是不是也能把我的这个实控要护护住 是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下 你仔细一看 嗯 其他的都没什么 对啊 要不就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拆二是一个大厂 对 二个就是在这边下棋 嗯 这个棋本身从木树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大 就像陈寅说的 他可能这个打入就是一个厚薄 嗯 厚薄有些关系 所以他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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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补后 反正 柯姐可能自己觉得这个形式还是可以的 我看他这个 还是比较乐观的 然后黑棋就再拆一个啊 嗯 然后你看他这些下法都是觉得自己好像 对 这个地方 总觉得白棋有手段 对其实什么碰进来啊 这个应该总有一些掏的手段嘛 包括这样的 但是他反正掏完了之后 他这边可能就薄了 他碰33肯定能活出来一块 现在问题这个被拆二以后这个跳又很大 嗯 本来我觉得白棋还是这手棋大 这手棋拆完以后这个将来还有碰各种 嗯 就是破黑棋控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加严厉 但是你要拆二 我肯定就先下手为强了 那就是看哪个大嘛 就判断 柯姐觉得这手棋 对 还是一个形式判断问题 对啊 我觉得柯姐可能觉得自己形式还可以 但实际上呢 好像从胜率上来看呢 好像还是黑棋好一点 因为本来现在的胜率已经70%多了 黑棋本来正常的上 其实胜率只有40%都不到 嗯 就说他这个棋这些下方就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他觉得自己形式很好 对 不然他不会这么 还是很有信心 对自己的后半盘 对 充分有信心 然后 然后还是挡到走那个大 嗯 这个目数很大呀 嗯 然后白棋飞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这样的话呢 白棋是不是要捕啊 白棋肯定得走 不然的话跳出来 然后黑棋捡一下 这个是先手 嗯 正常是先手吧 不然被爬不活 嗯 但是这个地方 冲到下 对他冲 然后他打湿 想要真先手的意思 或者应该是 但是 但是你这样的话 把这个 这样子干净的话 也是有损的地方 嗯 这样的话 我这个就留下一个这个 这样他 然后他是真先手嘛 这个下巴就是 嗯 然后跳这个 觉得这个很大 是 贴过来 嗯 五一个 然后再继续背 嗯 这个地方 他下一手你不走 他马上就要冲断你了 对 这个联络就有问题 所以王星号这个病也是一个好奇 你如果接住的话呢 那他再挤一个 他就这样要先手防这个断点 哦 他病一个实际上就间接的防这个 白气这个冲 嗯 你现在冲不了了 他现在有的这手棋 你就不敢冲断了 然后科技是双了一下 团 这是 哦 他就想先手便宜一下吧 应该就是 嗯 没有团 然后现在加了一 不是可以 是可以打了 当可以打了 打了这样 他觉得不便宜吗 哦 这个收官是应该加一个好呀 那肯定关子 但是你加完了之后 脚上要补吗 他这个前按理说 他不走也可以 只是他现在觉得没什么大的了 他可能 这四手棋的效率太高了 可能拖一个 嗯 他这个棋的意思 说实话我也 一下也不是很很 他为什么要走这个 加一个 他可能觉得你不走的话 比如说你占别的 他被黑棋拼一个先手 我打这个棋 然后这一手冲死 他觉得太大了 对对 他觉得这手棋 所以他要觉得强调这个下面这个孔 破下面这个孔 他觉得 他也是间接的防这个冲断嘛 把下面这个孔破了 是 嗯 那就沾上 嗯 这时候其实白棋可以考虑在这打一下 打一下 那我就沾上 沾上我一挖 有事了 会不会有些棋 你打吃这个又不是先手 我打吃你怎么办 打 我 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不能粘是吧 粘你就打一下 粘被我一粒你就 这个局部就是要出棋了 就气就不对了 但是你好像也不能这么走 你走别的话 我这一挡过来 你要这一扳要出问题 我断 断我一冲了 可以提先手 你气够 可以压久 你就走上面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我打的时候 你可能不能接住 这样这个则没有 嗯 嗯 打不能接 那走什么呢 团这个要不然就是 那你脚上得做活是吧 你一时日还不敢这么走 走我吃你啊 心里爬是吧 但是我现在 不你现在在挖粘呢 我敢爬吗 你在挖粘 画粘我总得我总得硬嘛 那我是活子 这不是 或者我就打完一下 你如果团我再补这个 是不是我也便宜 这样下 你如果再接住 相比刚才我双一个的话 那白旗已经明显便宜了 是 但是我这个 如果你被我提了 你这几个子一会儿 是啊 所以说白旗这样下 有可能便宜了 打完我再挡这个 你不走被我提很大 你走的话 那相比那个霜 霜跟黑旗霜跟白旗打 那白旗明显先手便宜 对 所以它这时候其实打是一个 应该还可以的一手指 你如果挖痴的话 那我即便我再度过 我好像 这个总便宜了 这两个交换 就看你到底是想度还是想提 那你提也先手 然后再 对 我不需要提 我就度过 因为你直接度过 实战直接度过 被白旗虎到这嘛 嗯 那跟我这个比 你现在接住 那我总是便宜多了 对 所以它可能是应该打一个 但是它可能没有太注意 然后虎一个 这样你得补吧 嗯 然后它实在点了一个 点了再挡这个 它点一个的目的呢 就是防这个冲断 因为你现在在冲断的话呢 嗯 我这地方一冲 我这一掐打 只能接住 然后我这一长 这个大概要收我气 对吧 那我这个团变成先手了 我团变成先手了 这个地方就可以把你冲断了 嗯 所以它这个点呢 其实还下的挺好的 点完以后做活呢 间接的防这个冲断 嗯 反正现在其实要看动也挺累的 你就说这些点啊 对 你也摸不着头发 要说你 要说你 实在是倒 这样 然后它挡上 然后呢 王兴昊呢 也非常冷静的顶打 嗯 因为你不顶打这个 这有一个子 这是后面扳的吧 应该是 哦 后来 嗯 哪上就扳 对嘛 就翻断了 所以它这顶打也很有意思 所以这棋 按理说你不走 根本没什么棋嘛 但它不走的话呢 它可能觉得这棋被接 它要出问题 你接你不好下 你不是要挤吗 你现在挤 可能不一定来得及了吧 我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在冲 我比如说我在冲 打吃 这一尝 会不会要出棋啊 这里面 你现在你不能吃这个 你吃这个这一串 被我收一下 这个太痛苦了 对 你肯定想反击 挡上 然后这一打啊 是不是有可能要出棋了 你接住被我打了棋 这样可能 对 所以被接的话 你来不及再挤了 所以说 是 你来不及挤的话 你就不好下了 你如果比如说 你现在再补 你不走 这被我 我就直接冲过来 嗯 所以说是它这个顶 还是很有必然性的 你不走 被白鸡接住 你很难 所以必须要补一个 对 然后白鸡斑 白鸡断 对 然后飞一个 所以这个 嗯 这就是 因为这个飞呢 本身你这个白鸡顶打以后 这有袜粘啊 这地方还是很薄的 所以它也是间接地补这个自己的棋 反正总的来说呢 这个棋下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黑鸡可能是稍优异的 对 嗯 但是也是很 对 然后挤 挤一个 冲死这个紫还是很大 大 打掉 然后就给它断掉 因为目前来看黑棋这边的空肯定还是黑棋优势 对 白棋三个角 很快 但黑棋这个加上这个角也很大 但那个角都是黑棋的吗 嗯 这个靠三三 对 应该是有这样的手段 还有手段 手段 嗯 但白棋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中险一些虚的地方还能成多少木 嗯 还有这块棋将来怎么弄成什么样子 嗯 所以呢 科技意识到这个棋并不是说特别的乐观 我肯定是要靠进来 不好的 嗯 然后长 然后搬 然后搬 从下面搬 搬上 嗯 然后粘住 他要强调将来这个夹 嗯 就拖过 然后长 然后这个地方又意外的发生一场战斗 加一个 这时候王信号就反击了 这地方有什么反击的手法呢 就他实战搬下来了嘛 就这个不理 正常他是我们只能接住嘛 对啊 然后你就 然后白棋大概顶一个 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呢 这两下是不是夹着一下 我搬 会不会这个对这个什么拖有帮助呀 这两下夹着一下 嗯 嗯 对这个脚上出棋会不会有帮助 是 所以说这个夹的时候确实有反击 对 好像这个反击也是很严厉的 只能说 就是这种棋就是针锋相对嘛 高手不会让你便宜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 就是 那白棋也就只能滑在里面 打吃 嗯 接住 然后 踢掉 踢掉 去爬 补这个 这个断点 嗯 长 接上 反正这个一冲转换也是各有所得吧 白棋 本来白棋顶上的话 这边至少有十多亩 但是黑棋这边 破到这个黑棋空里面来了 但是它本来顶完以后 这地方还是有加 所以这个棋 黑棋确实也并不怕这样下 而且这个棋呢 你被我爬完接住以后呢 整个白棋变薄了 变薄的话呢 那我这块棋也就是相对来说就是 没那么容易被弓 嗯 所以总的来说搬下来呢 还是王兴浩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个棋搬下来以后呢 这个就是 黑棋好像变得好下一个 但是其实啊 我觉得从大家的视觉的感觉上来 这边本身黑棋的空很大 现在由于这个搬下来嘛 就把白棋放到自己的空里边 他就会觉得我本来刚才怎么着 也有二十多小三十五目的这个空啊 这个脚就被这么就给掏掉了 但是问题黑棋现在你没发现 它这变成一道后壁了嘛 你本来掉这个飞一飞 在这个地方中间差别还是很大的 对 隐约好像要乘点空似的 中间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样穿过来黑棋 然后白棋继续的点一个 点一个 打上 上 然后扳 然后扳 然后黑棋 王兴浩是碰一个 碰一个就是跟它实战的下方 应该是连贯的 王兴浩想点了 从这边飞点了 从这把白棋分段 这把白棋分段了之后 我白棋这边做活 那那边怎么办 这个 是 是不是白棋有失误啊 白棋没有什么事 不是分段不见得好 其实从结果来看 看着反正这么一说 我觉得还挺凶的 然后就在想 是不是白棋没有算到 扳一个 这时候其实黑棋它实战是分段了 其实白棋就应该正常就扳一个 黑棋糊 就正常的这样扳关 这样就黑棋还不错 对黑棋就是明显优势 这样下 你接住这样被我一打 你扳关一下 你也很难下 实在呢 这个分段呢 反正看着挺深的 对对对 看着把白棋分成两块了 但是呢被黑棋这一点呢 黑棋也不见得就好下 吃 吃呢你 我这个冲闲手 这块 你虽然把我这个吃了 但是你这边的话 被我霜过来 这死了的话 那这个黑棋得不偿失 这边还是比那边大 所以看着这个威胁白棋 白棋可以先不做活 对白棋不做活这个 将来找机会再做活 团活 对如果白棋这一做活 我以为这一下 这白棋不就难办了吗 你要一做活 你这三个子就没办法处理了 不会的白棋 这时候塔克一抢先车点一个 还好有这个点 点你也没有办法 黑棋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这样冲 对想冲 冲了沾上 然后我能断吗 要是断我这一打 那就是这样 你就是 诶我这我怎么觉得 我能抢一个森手呢 我尝 是 我斑一个 是你这也是一个下法嘛 森手你不一定能抢的 但是你这样搂过的话呢 搂过你 你又去做活了是吧 对 所以你搂过半天 这边也没杀干净 这样的话 可能还是亏了嘛 哦 所以点的时候呢 黑棋就只能按时 让这样反进 这个下法也不行 嗯 然后煎一个 基本上是逼安的 嗯 然后白棋接 然后再冲 冲 然后这都是逼安 打一个 因为你直接断这边我接住呢 这边还有断的 啊 嗯 对 这样的话你脚上就跟我杀不过 这两个剑盒了 这个断你也防不住 嗯 所以这都是 必然的打吃 对 打吃 挤掉 好 然后就沾上 沾上 然后白棋断 这个时候脚上的杀器呢 其实也很复杂 其实白棋正常搬一个也是可以的 你如果接住的话呢 这个地方一路有一个斑 你不能往下冲嘛 你冲这杯我一挖你就崩了 对 我这个打是先生 是 所以你大概也是走这个 然后爬过 做个眼 你现在你做眼被我团伙你应该不肯吧 你不吃 对 你必须可能还是跟我杀 那你点一个 然后我点 这谁气场 那好像黑棋有点危险 嗯 所以这个棋它搬的时候 它可能还是虎在这好 就这个子放的比接好 哦 白棋 那白棋就不一定会这样做活了 这样就这样度过了 白棋我可能就想比如说先搬一下 试下你硬手 如果走的话呢 我先把这个活了 然后再给你这个地方打接 总之呢这个棋啊 就是说从这个飞下来以后啊 嗯 这个棋白棋是有机会了变的 这个黑棋这一反击倒给白棋机会了 对是 本来正常就搬一个的话是黑棋明显好下 实战反正柯节是断了一个 断一个应该搬一个还是差一点 嗯 它其实也很简单 它想法呢就是我这断完呢走成这样以后呢 我再先把自己做活 做活啊再给你打这个结 对 反正这样下呢也是也是白棋反正是找到头绪 嗯 现在就形成了一个结枕 副也要这个结了 剪才 剪皮 它还没有先铺好像是吧 先铺了 就铺了 嗯 然后我应该剪一剪 它是找到哪个结 它 冲了一个 也是绝对结才能够提结 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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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其打了一个 打这个 哇这时候 其实很想脱鲜 对啊 对啊 这地方你跳进脚就能吃了我吗 嗯 不过那个结我还笑不掉 关键这是一个两手结 所以它还是挡了一个 拐住 起结 然后再起扳 嗯 嗯 王新浩这个地方下得很强硬了 正常应该就是弯一个 嗯 结果它挡住了 诶 这个 扳一个 扳一个 你如果削结的话呢 但被它扳进来可能还是很大 就扳进来和那个一个角 但是这边因为是好几手结 嗯 因为你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你的空呀 黑气 是 这本来 现在这边扳进来 然后它这边还是有所得的 这个打扒 嗯 这边空变得很大多 大多了 这个扳都是结啊 嗯 扳是应该是结吧 但因为黑气什么断啊 黑气结再也不少 嗯 但是呢 王新浩呢正常可能是应该挡住 但他这个挡呢 就是说良不齐不肯给 留下枪的这个巨大的一个打尺 又是一个打结 对 下得很强硬只能说黑气 然后 肯定是提结 对 然后扳一个 就是这时候其实 可以考虑拖鲜了 那可是这个时候你拖鲜不是一样吗 因为你这个不一样 因为我是扳你是挡住了 这时候我提这个结呢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连环结 比如说你扳一个啊 我就印一个 你扳鲜 我现在这个打进来呢 给你做一个连环结 哦 因为有了这个 这个扳的交换以后呢 那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局面 嗯 所以你要取舍这边大 还是这边大 嗯 可能白七这时候是一个机会 就直接提结 然后再打这个 靠这个连环结 看你怎么办 嗯 看见这个打结已经有点 晕头状像 对 有点晕了 哦 这个时候还可以做一个连环结 对 实在印的话呢 可能就是 黑漆剔 嗯 然后是找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损的结 损两目有可能 它肯定不会给你的 先损两目的话 这个 反正这个硬式规则 有时候我们看这个 可能有时候看这个胜率 也不见得准确 因为它是时间用完了 它是要罚点的 对 有时候你如果看这个 这个唱棋杯啊 嗯 你可能看到胜率很高 但最后又输了 因为它被罚点了 是 它这个是延时罚点制 其实跟我们所有的比赛的 用时规则都有所不同 是的 我们现在是保留时间完了之后 是独秒制 它不会罚点的 因为这个棋林如果罚两目的话 很多局面都有可能就是 产生变化 这两目还是很重要的 对 咱们的现在的用时是 三十分钟两目期换吗 它现在是三个小时 每方三个小时之后呢 是二十分钟两目期 二十分钟 那个时候我记得 之前我们是三十分钟两目期 不能超过一小时 是 可能也就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独秒的 对 最多罚四点 对 这个也是唱棋杯和英式杯独特的 对 独特的规则 对 用时规则 但是英式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还是以前那个三个半小时 反正唱棋杯我知道现在是 现在是 三个小时 二十分钟罚两点 对 所以我们很多有时候这些棋 可能有 如果被罚点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个 对 现在这个 还有 因为这一打结 就不太好 熟木了 得等这个结 跟木关系不大 对 你等先削了结再出了 我看它现在是走哪了 提结 黑棋 反正黑棋 白棋断完 肯定是提结嘛 黑棋结住 这个 这个还是结吗 虎住这不是反正铺一个肯定是结 虎完以后这个斑可能就不是结了 嗯 它可能接住它觉得这个斑还是结 还是结 对 所以它就虎了一个 然后它提结 然后它长了一下 把这个长出来 嗯 这些都 这些棋都是损的呀 这长完 你万一最后被这个地方被黑棋提掉了以后 这损了好多木 但是现在这个打结是不是 它也没有什么合适的结材了 嗯 然后黑棋是 长完提结 现在该黑棋找结了 黑棋铺里 嗯 然后白棋再提这个 嗯 然后现在 这手棋很意外的 这是结吗 很想提这个 这个就太想提这个了 对啊 你能吃了我啊 我这个应该我觉得吃不太 可能黑棋这么厚了 这怎么吃呀 对啊 反正其实我觉得这个消结也是很很有心情 这一跳就能吃掉吗 这不可能吃掉 这都连回来 而且我这边压 跟这边还有一点 好像还有一些这个联络的可能性 但是王兴浩他觉得反正自己结材多他可能 我继续想 我继续想 嗯 应该是又提吧 嗯 然后他 啊 本身结 打本身也是一个结 嗯 然后再提 嗯 然后从这间 反正这个棋 目前科杰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形式不太乐观 不好 要在这边制造头绪 尖过来 挺乖的 尖其实正常的感觉就是长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尖 所以现在科杰也不提结了 嗯 来一个 战斗马上从那边的打结 对 从那边这个结就 大家就把这个结给看清了 对 他主要是现在这块棋啊 王兴浩他这个尖是要把这个分段 他分段完了要瞄着这一块棋 哦 他是一会儿 他还可以在这边去找结什么是 他不是找结 你现在如果被我这边分段过来 你这都快死了 这块棋 他都不是找结的问题了 这边他已经无所谓了 那边已经不是重点了 对对对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打着打着结 对 本来都是围绕着 右上角的那个结针开始了 这个找结 然后走着走着 这个战斗起来这个就已经小了 对啊 当初的这个目标 对 主战场就变成了这边了 现在白棋就是要 然后柯杰现在冲断这个 断掉 这我加一个 其实我觉得不管加接住都可以 接住你这边肯定要补齐嘛 对吧 我这本身就是还提的时候还打这截 你打还是贴本身就得麻 现在直接可能就弓过来什么 就杀这块就可以了 其实黑棋 我们看他实战 实战大致上可能也是这样 他先加一个 加一个本身黑棋很难办 打这个 然后他再剪 他意思差不多 这个截还是先手 对啊 这个时候 你必须得补 然后他现在在这边分段 这个 反正这个地方是已经投入了 对 对吧 那我就必须要把这个吃掉 对 如果不吃的话 木树肯定就也不用数了 对不吃那肯定是大亏 那吃了也不用数了 那看来这盘截就是一个中盘决胜负的 对因为突然这个截就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就是变得这个地方决胜了 因为这边吃掉还是虚空太多了 看着实在是没有看到 这边上面都是连着 是这棋一个眼都没有 这太危险了 因为柯杰他也就是一个玉碎的下方 是 他知道自己现在形势不利了 他只能看能不能够听播一下 这块能不能做活 看看能不能活 哭哭 我觉得渺茫 一个眼 一个眼都没看见 太厚了这个棋 没有任何借用 长 然后跟着贴 可能这就是前面的 你看看这里边的眼味 长 这胚鸡就是下得最厚就行了 然后走一个 嗯 然后吃 吃掉这个胚鸡都下得最扎实的 然后再跟着贴 是 全硬 然后再长 地方 地方 前这个 好 飞进来 这里面的眼味够吗 肯定是不够 这就是 你没有办法了吧 所以可以这样说 长 然后沾上 他还跳了一下吧 他可能沾上觉得这边跳过来 也活不了 这跳是先生吗 嗯 跳应该是先生吧 但是先手也无济于事 这倒是扩大了一点 对 让你接住 实在 他就弯一个 这是全局的最后一手 对 你没用啊 你接这个我就加这个 这也明显不够 你挡住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给你捏 好 这中间是一个刀霸物 嗯 那这就是一个 遇碎的下反 对 这个 终局相当的惨烈 对 这条白龙 嗯 和分子 嗯 反正这个棋 至始至终呢 就是黑棋还是一直把控着局势 打算了 那这番棋 总体的来说 客戒有机会吗 没有明显机会 就是这个打截的时候 可能 有点弱 有点弱 好像是有一个截不硬嘛 就是 哦 就是你 你搬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搬完这以后 可以记在这边 奥队有个连环截 很接近 后来的话 就没什么 一直没什么机会 所以这个棋 说明这个王兴浩的实力 确实是很强烈 是啊 这样的话 王兴浩就是2比0 战胜了柯杰 晋级了第18届 长棋辈的决赛 这棋有很多记录 王兴浩好像也是第一次打入 国类杯赛的决赛 嗯 好像可能柯杰也是在番棋里面 被林峰的 其实也很少 对啊 所以说看了这两盘棋之后 其实我们就想问一下黄老师 那现在王兴浩的实力 是不是已经彻底的站在了咱们中国的一流起手的行列 肯定是一流 早就到一流了 我觉得 然后而且又是2比0 凤了柯杰 其实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他的这个 旗舰的一个地位 对 这场胜利也是 对他自己来说 也是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 是 2004年的小将 恭喜王兴浩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半决赛的对局 我们一会儿见 谢谢